哎呀 你说这人要倒霉啊 这喝口凉水都塞牙 你说今儿早上吧 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呀 哎呀老不得劲的 我和你上班之后 到那马路对面的诊所 我看看你 这家可好 一去没把我气死 进去之后啊 人家医生连正眼都没瞅我 唰唰唰就给我开单子 就让我去检查 我在那医院里拿个单子呀 就跟个走马灯似的 这检完检查完了 检查那个 这家钱没少花啊 光着血就给我抽好几管子 最后弄半天我是差气的 你说气人不 多坑人哪 你是 怎么会是他呢 太巧了 哎呀 冤家路窄呀 哎呦我爹妈呀 这人还不少呢 哈 哎呦我爽 这个还挺年少呢 哎呀 那能不少吗 我在你们医院 所有人都快混熟了 是吗 嗯 我说丫头啊 叫丫头呢 我爸才正叫我呢 啊 哎呦我说 这个不叫丫头 我说 你这个老妹啊 别整能亲 谁是你老妹啊 你多大爱就叫我老妹啊 我说老娘们啊 叫谁老娘们啊 啊 叫谁老娘们呢 到底叫啥 叫啥也不能叫老娘们 好 那个 我说小丫头啊 我这个电脑坏了 你给我收拾收拾 来 挂号 不是来修电脑的 我挂什么号啊 你说个话 好像当我们诊所似的 哎呀 我们这个店啊 一天修好几十台电脑呢 我要不给你挂个号 我知道哪台是你的 万一给你修错了呢 你这个小丫头 你这同心了 也是个动机 你怎么能说挂号呢 行 挂就挂吧 那颗外颗 这怎么还有内颗外颗呢 哎呀 我的意思就是说吧 你这电脑如果外颗坏了的话呢 你就要挂外颗 懂没 啊 你那是内颗和外颗 哎呀 怎么理解吧 那我的显示屏坏了 你说是应该挂啥吧 显示屏 这多明显呢 那是门面 当然是五光颗了 哦 那那要是喇叭坏了呢 耳鼻喉颗 那要是线炉坏了呢 钢肠颗呗 我说不过你 我说不过你 等等等等 你是不是来抬杠的 你修不修电脑 修修 那你就给我挂个内颗 我们这个内颗啊 它还分为普通和主任 还有专家 你看你挂哪个号呢 这咋这么那么麻烦呢 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这普通号呢 是五块钱 进来就拆 反正拆完不一定能装上 主任号呢 五十 进门就拆 拆完看着装 这个你还心里有俩收获什么的 就拆完之后 兄跟你剩俩零件回家 这个专家号吧 就比较贵了 一百五 拆之前傻样 拆完之后 还傻样 你看你挂哪个号啊 你要这么说呢 那我就给你一百五 我把电脑拿走 不就完了吗 那也行吗 欢迎您下次光临 你这你这啥 我是来修电脑的 你得给我修好啊 那我也得看你得的 是不是绝症啊 你修不好 我上你这修上嘛 那要都得绝症的病人 都上你们诊所 你就能 都能保证给你治好啊 你 你这小丫头 我跟你说啊 你说话不好 挺艳艳的 但是你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看看 我告诉你 我这台电脑 绝对不是绝症 他就是上路去玩 那行 那你也别着急啊 我这儿 我给你登记一下 对 姓名 王小丽 不是我修电脑 你还是修我命啊 哎呀 跟不明白的人 老是太费劲 我是说姓名啊 是你这个电脑 是什么牌的 你没看着吗 苹果 跟你说 别的电脑 能这么容易坏吗 姓名 你 你总说一个什么 姓名 你家电脑 还分拱模啊 我说这姓名 是你这个电脑 是什么色的 一般我们这儿呢 就是说黑的或白的 统称文男的 那我这哄的 就是虐的呗 答对了 妈呀 我十号去念了 我这电脑是个母子 你有一包卡 我来修电脑 我什么一包卡呀 哎呀 那你这到底是不是公家的呀 需不需要报销啊 你这这你还不明白吗 你这个人天麻烦 这是我个人的 是不是 我那真说也是我个人的 我所有的消费都是自费 你明白不 好了好了 你要早这么说 我早就明白了啊 来吧 拿胆子去检查去吧 这是你的 这也是你的啊 喂 我看 嗯 妈呀 这是什么那么七糟的 怎么的了 有不明白的吗 这是磁共振 吸体 新电图 这是什么玩意儿 给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磁共振呢 就是说吧 看你电脑里边的节点呢 有没有开汗的地方 嗯 这个CT呢 就是看你这个风扇运转 是否正常 新电图呢 就是看你的电路 啊 有没有损坏 验血呢 耗电量 验尿呢 就是看你这个流量是多少 哦 哎呦 修个电脑太麻烦了 你们这这 这什么烂马七糟的啊 乱吗 嗯 乱了啊 啊 听乱了 呦 这不跟你们家诊所 一个程序吗 我这 行了 抓点时间吧 一会主任专家什么的 都下班了 我去吧 往那边走啊 哎 我去了啊 看你们 去对付这样的人啊 必须以其人之道 魂至其人之身 看他以后 还敢不敢糊弄人 哎呀 我这妈呀 哎呀 哎呀 这架子 花了好几败 把我电脑拆不起我懒呢 哎哎哎 好了 我看看 你看看这蛋子 哎呀 不错呀 啊 你这电脑 这各项指标 还都挺正常啊 哎 你说话就不对了 他正常 他怎么有毛病呢 哎呀 那这个 具体怎么个毛病 你就得住院治疗了 我修个电脑 还得住院 我那天天有病人来 我没有电脑 我怎么给你开药房啊 那要照您这么说的话 你又是没有电脑 就开不了药房啊 对啊 那你这不是和这 拿电脑糊弄严的吗 你这叫什么话 上天都查查治疗 现学现卖 谁不会呀 那你实在是挺不了的话啊 那你就转院吧 往哪转 我告诉你个地儿啊 呃 你呀 就到沟邦的火车站 对面第二个胡同 然后就一直往里走 走大约五十米左右呢 你就往左管 然后呢 再往前走 大约五十米左右 你再往右管 这个时候你再往前走 你可听吧 你可听吧 我跟你说 我的电脑不秀了 啊 那欢迎您下次光临 小压生 你记住了啊 没有见不着的情绪 你看看 下一次上我那看病气 我拆不死你